据云台M媒体报道 林志颖和老婆陈若仪结婚6年 陈若仪时常在情郎午后和儿子们出去玩 并经常分享可爱的照片 今日摔出双胞胎儿子照片 照片中 Jason手上抱着饮料 蹲在地上 游下网上隔着椅子看着Kason 感觉像在玩躲猫猫一样 两人一起玩耍的样子超可爱 香港艳星陈亚伦 以南洋十大邪术 微轻等电影走豪 2月11日宣布 闪架吴燕祖表哥Martin 还夸对方是历任男友中 最细心 发动攻势最强 最有条件的一个 未料才过不到一个月 他就承认已经提出分手 并警告男方 你自己做过什么心知肚明 火速断绝婚约 3月7日晚 范冰冰在微博写出偏长照 并写道 绝不脆弱 各位女生 女生节快乐 照片中 范冰冰穿着厚厚的衣服 围着围巾 拿着暖水袋 看上去还挺萌 随后 李晨转发微博 并顺手秀了一把恩爱称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过 儿童结伴 大儿童 据运他MT报道 好莱坞明星夫妻 安吉丽娜朱莉 与布拉德皮特 两人去年9月底宣布离婚 两人为了6名孩子监护权 闹上法庭 不过朱莉似乎不敢寂寞 上个月 到柬埔寨宣传新片时 被爆出身边有一名男伴 如影随形 两人各已似有暧昧关系 陈独龄今日参加某真人秀 被网友发现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一笑就破功 高冷笑话 秒变接地气少女 不信 你看 这是不笑的时候 这是大笑的时候 特别是这张逆着微笑 简直可以媲美虎虎的微笑男神 NBA球星布鲁尔 有网友吐槽陈独龄 拥有整容般的笑容 原因主要是陈独龄的牙齿不太周正 笑不露齿时 清秀可人 张开嘴就有点拉低气质 在鬼圈 笑起来有硬伤的艺人还有不少 比如孙丽笑起来 余伟文加深 刘亦菲笑起来 连她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说 当艺人学学表情管理 还是很有必要的 嘴小的艺人倒还好 要是像舒淇姚晨这样的大嘴美女 笑起来 简直就是灾难级的呀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明星 乐于为社会问题发生 前两天有薛之谦 怒斥地铁小哥 乳霸女子 近日又有李玉刚 含泪转发江苏某六岁男童 惨遭生父暴打的新闻 并表示 愿意抚养孩子到18岁成人 呼吁社会持续关注 不能让悲剧重演 网友纷纷点赞 表示要跟李玉刚一起 尽棉薄之力 帮助孩子成长 说起来 李玉刚的童年也十分艰苦 出生东北一个贫困家庭 19岁就放弃血液 独自出去闯荡 或许正因为如此 他对此事格外有感触 小八哥在这里 愿这个孩子能早日脱离苦海 恢复笑容 也给李玉刚这样的正能量明星 点个赞 韩国公认的话题女王雪莉 自从与大14岁的rapper 推辞相列后 便争议不断 原本清纯可爱的画风突变 变成争议体质的任性小公爵 今天 刚刚与男友分手的雪莉 又在社交网站 发布了一张自拍照 她在这张没有附带 任何说明的照片中 蹲坐在窗边 脸上依旧带着爽朗的笑容 心情仿佛并未受到分手的影响 两个人交往两年七个月 如今突然宣布分手 小伙伴们也是意想不到 之前雪莉总是会发一些 风格迥异 又放飞自我的自拍照 现在俩人分手了 不知道雪莉 会不会变回以前的那个雪莉呢 最近 Lady Gaga与经纪人新男友 Christine Carino 亲密出席宴会 嘎嘎身穿白色席胸脸褲 披着黑色外套四名圆 一路或男友贴身互卫牵手秀恩爱 还故意在记者面前玩亲亲 恋情终于坐实了 据爆料 这名经纪人还有一个女儿 曾经和许多大牌艺人合作过 她在超级晚那天 就曾被拍到与嘎嘎亲密拥抱纹脸 之后还带嘎嘎去参加过时装秀 去年7月 Lady Gaga才被曝 跟交往了5年的未婚夫Taylor Kenny分手 如今又有了新恋情 只能说在国外 经纪人也是个好职业呀 MING PAO TORONTO